我們看第四題 他們說下列有關電場與磁場的敘述中 哪些是正確的 A選項 導線周圍一定有磁場 不一定 導線一定要有電流 那個周圍才會有磁場 沒有電流就沒有磁場 A是錯的 B 有兩瓶型金屬板 兩瓶型金屬板 構成的電流 在充電過程中 這個充電過程中 假設這個是 正的 這是負的 那這個 負電盒會跑到這裡 這裡會呈現正電 然後他說什麼 其周圍一定有磁場 這個對 因為這裡 他的那個電場會改變 電場改變的話 就相當會有一個 等效電流 從這裡過去 所以 那這個 電場改變 會造成磁場 所以 周圍會有磁場 這個對 V這個選項是對的 再來我們看看C 馬蹄形電磁鐵 兩極間一定有電場 這個錯了 除非的話 你給他加入電流 假設這個是馬蹄形磁鐵 馬蹄形磁鐵 這是一個鑽石磁鐵 你要繞線圈以後 把電流加上去的話 上面會有磁場 上面有磁場的話 會引出更大的磁場 要加電流下去的話 才會有磁場 這個C的話 馬蹄形電磁鐵 兩極間一定有磁場 就不一定 要給他這樣 加入電流才會有 所以C是錯的 上面看D 線圈中有磁場 隨時間變化 線圈中會產生電場 這個對感 這假設一個線圈 在這裡的話會有磁場 那這個磁場產生改變的話 上面就會有磁通量改變 磁通量改變會產生感應電動式 感應電動式會造成 這個電場 這個對感 這個對感 我們看一 當電核在導線中震動 會發射出 波動的 電場和磁場 這個對 電核在導線 就是說 電核加速的話 會 射出那個電磁波 那電磁波就是 電場跟磁場 兩個互相改變 然後循環相生 造成 所以這個是對的 會有電場跟磁場 E是對的 所以答案應該選 B D 跟E 是對的